史上最强的动画电影《冰雪奇缘》 续集终于要在11月上映了 女主角艾莎的魔法变强大了 女主角艾莎听到了一种声音 结果黑暗势力降临 这是《冰雪奇缘》第二集的最新预告 冒险即将展开 爱沙漢第一集的《冤斑人马》 将要进入北方的魔法森林 这部史上最强的动画电影 让影迷足足等了六年 连小学生都变成高中生了 但是前岛预告一播出 还是让许多影迷惊声尖叫 因为大家听到这首歌 就会陷入疯狂 第一集的主题曲《Let It Go》 创下了六亿人次的点月记录 几乎人人朗朗上口连网都会唱 电影公司宣布第二集也有神曲 但能否再造成轰动就不得而知 永远担心艾莎的魔法 为这世界太多了 现在我们必须帮助 他们足够了 长老担心艾莎的魔法 无法控制可能会黑化 妹妹安娜将会是关键的角色 随着第二集预告曝光越多 影迷对这部动画更是期待 当然喜欢学龙志的点凯在台北报道